大家好,我是泡泡 汪小飞昨天深夜再度发文炮轰前妻大S 在众人吃怪已经吃累了的时候 汪小飞再次以一计重拳 将这个氛围推到了高潮 汪小飞为什么又发疯了呢 那是因为大S亲自下场了 之前都是用各种嘴嚏替自己发声 此前大S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体面人 此声都不出恶语 现在大概是天天看他的前婆婆张岚 在直播当中怼他和他的现任老公 所以他忍不了了就亲自下场了 终于开始出恶眼了 大S晒出了购房金额明细 说两套房子都是自己出钱贷款买的 汪小飞只不过是去看了房子而已 除此之外 大S还晒出了一张跟汪小飞之间的借条 证明汪小飞曾经在他手里 借走了2600万的新台币 至今只还了500万 对了 大S还在网上说了两句阴阳怪气的话 第一句是心疼生死历劫 卖酸辣粉的背而坑 明显是直指张岚嘛 第二句是 嫁入豪门 真是稳赔 汪小飞先是发文 大骂大S颠倒黑白 说他在台湾没有账户 所以这4亿购房款呢 是自己汇到大S的账户买的法 欠条是因为当时买房装修都需要花钱 自己资金紧张 问大S要 大S就逼着他写欠条 离婚之后 大S要了4亿的房子 就说这欠条上的那个借款就不要了 最气人的是在抚养协议上还有一条 汪小飞把自己信用卡的副卡留给了大S 因为大S说两个孩子都跟着自己住 为了更好的照顾孩子 你就把卡留下吧 大S负责消费 汪小飞负责每个月还信用卡 但是让汪小飞没有想到的是 大S不光拿着这个信用卡给孩子买东西 还拿着他的信用卡跟聚聚业过日子 变成他们过日子的日常消费了 汪小飞晒出了一组大S的消费记录 里面秘密买妈的都是各种衣服裤子 饰品和包包 汪小飞每个月收到的账单是天文数字 少的时候几万块 多的时候高达几十万上百万 更离谱的是 大S跟聚军业结婚的时候 用的那个婚纱头纱 以及脖子上的项链 都是刷的汪小飞的卡买 这个大冤种直接戳穿了 大S在离婚之后疯狂的刷前夫信用卡 给自己买奢侈品的丑陋面目 更为疯狂的是 他刷着前夫的卡 享受自己跟现任老公的生活 难怪汪小飞是彻底的炸 所以我们看到网上有律师分析 汪小飞可能是遭遇到了杀猪盘了 我们先来看看杀猪盘是什么意思 杀猪盘就是跟受害者之间建立亲密关系 骗取胁迫受害人的财物 好比是养猪再杀猪的过程 杀猪盘里面没有亲情爱情 只有钱 一方充满着谎言和欲望 然后磨刀祸祸 找猪喂猪养猪杀猪 这个是杀猪盘经典的四步骤 汪小飞在这个局里面 也许就变成了猪 一刀一刀的任人宰割 咱们不分析他们婚姻续存之间的发生的事 就看他们离婚之后发生的事 大S天价生活费收着 汪小飞天天打着飞滴去台北 保姆司机都不缺 奢侈的生活享受着 然后在台湾那边恋爱照谈 婚照接 真是人生的大赢家呀 我们来看大S说的那两句话 嫁入豪门真是稳赔呀 这话完全是颠倒事实 首先大S嫁给汪小飞的时候 人家张岚在胡润的富豪榜上 就已经排第三名了 而且是翘江南准备上市的前夕 大S一生都在追求 豪门名声与体面 一时风头无二 结婚之后也是以贵妇来自居 台湾的女明星虚荣心都很强 姐妹之间的闺蜜之间的都特别喜欢攀比 谁比谁嫁得更好 大S周围那些姐妹 她们嫁的那些小开 那在大陆来讲 根本什么都不算 最多算是中产吧 但你看大S一天就花了233万新台币 等于53万人民币 这样的女人谁养得起呢 她如果是找一个明星的话 明星也养不起她 她嫁给汪小飞 汪小飞又帅气又比她小五岁 那她当然是嫁入豪门了 这有什么可否认的呢 后来翘江南上市失败 张岚实打实的套现了十个亿出来 那十个亿在十年前当然算是很大一笔钱了 嫁入豪门稳赔这句话 好像大S有多少损失受了多大委屈一样 如果说汪小飞真的让大S一直倒贴的话 那大S现在能放过她吗 好不容易甩了个500万的借条 都被汪小飞给捶翻了 另外大S这次阴阳怪气的语气 还讽刺人家张岚卖酸辣粉 卖酸辣粉怎么了 拜托你搞搞清楚 人家卖酸辣粉也不就是为了替你还信用卡吗 你还这样嘲笑钱婆婆 可以说是绝了 那可见大S呢其实是挺自私的 据说他们的小孩全程都是保姆呆 小孩夜里睡觉都是保姆拍着 那这哪像一个合格的母亲呢 一点不心疼自己的孩子 一点不心疼自己的丈夫 婆婆一大把年纪了被资本做了局 老年重新创业 你大S做过什么去帮衬自己的家里和家人吗 有人说大S是捞女 其实她比捞女还夸张 捞女只不过是攀附另外一个人 但大S却是一边在蔑视她 踩踏踏一边的占尽便宜 从小太妹到混迹娱乐圈多年 她什么样的手段没有呢 不光有手段有计谋 还懂得如何死死的拿捏住男人 不会给她留任何翻身的机会 你看大S碰到汪小飞 汪小飞是那种主动配合被占尽便宜的类型 这样的女人不仅会把她踢出局 还会源源不断的吸干了这个男人 另外这样的女人还是PUA大师 通过心理控制心理诱导 让对方感情崩溃失去理性 汪小飞就是如此 耗尽了自己的心理能量和情绪 在高手大S面前 估计只有她的前婆婆张岚 才能识破设了这个局 在这里给汪小飞的建议就是 好好的抚平自己的情绪 冷静冷静 关掉手机 其他的一切就交给妈妈张岚处理吧 你们同意吗 我是泡宝 感谢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放